真的好餵吃 大家好餵吃 好像少吃一會兒會死似的 吃著早餐聽著大家的風聲是很開心的 你想要一些啪啪的聲音來聽聽 我吃東西是不啪啪的 你猜是你的嗎 我吃東西是沒有聲音的 我現在給大家看一些罪證 究竟在忙於吃什麼東西 你自己本身不是在吃 大家看看韓姐很漂亮 她沒有化妝 韓姐手上的那是什麼東西 你知不知道這份早餐 林書豪Daryl精心幫我預備 精心嗎 精心的 你明白嗎 為什麼要精心呢 精心的 還有他有小費 有小費嗎 你請他吃 阿卡就是看到林書豪那麼好精心幫他準備 所以阿卡也請他吃早餐 你別說人家剛剛也在吃 我也有煎雙蛋 雙蛋 雙蛋 兩個王 太陽蛋 韓姐那隻就是熟蛋 林書豪就是想著你還給他那份精心早餐 就少出了我們的飲食團Jingle 其實我們現在這一節就是星期六的大家珍鋒醋 飲食團 大家珍鋒醋美食團 好厲害 他剛剛很瀟灑 他很瀟灑 好一聲就推給你 今個星期先吃什麼 今個星期帶你吃腳趾 吃腳趾好啊 雞腳啊 像帶你選腳趾 親問你的右腳 沒錯 上個星期我有一天去了荃灣 荃灣基本上我都很久以年計 都不知道幾年沒去過這個地方 比港島區人比較少過九龍 還要去到新界的地方 然後我還要出發之前問地址 因為我要去見導演 他就說其實如果你搭地鐵的話 你不要搭去荃灣 你搭去荃灣西 什麼來的荃灣西 什麼來的荃灣西 荃姐都不知道是什麼 荃灣不是荃灣西 有西鐵 有西鐵 有一個站叫荃灣西 旺角都有旺角和旺角東 對這個知道 這個知道 荃灣西 你搭地鐵去荃灣西 好 既然我就知道我要去這個地方 不如嘗試在那個地方找些東西吃 我出發之前就在Facebook那裡 post 大家知道荃灣西附近有什麼好東西吃 然後其中有一個人在我Facebook留言 其實那裡有一個熟食中心 一個挺有歷史的熟食中心 有幾檔都挺好吃的 不如你試試找一下 我給你幾個選擇 其實那天我去到已經比較晚了 兩點多 有一些還沒開檔 因為是夜市才開檔 有些是收了檔 因為兩點多 基本上就賣光了 其中有一檔 他有介紹我吃的 就叫做江忌 江忌吃什麼呢 吃上海麵 江忌上海麵 對 在一個熟食中心 其實是大排檔 就是吃上海麵 究竟是什麼呢 我都會想 會不會有上海粗炒 排骨麵 原來是沒有的 反而這些麵食是沒有的 他是吃上海麵 沒錯 真的是上海麵 但他給你那個就是上海的白麵 所以他叫做上海麵 那就是吃白麵 你也要有些送菜 送菜真的 只有四樣給你選擇 不是沒有炸豬扒 只有四樣給你選擇 一樣就是炸菜肉絲 一樣就是上海雲吞 一樣就是牛腩 一樣就是我說帶大家吃的腳趾 雞腳 他只有這四種選擇 雞腳送麵 對 對 很奇怪 大家平時都是吃白雲鳳爪 或是紅紅色的鳳爪 或是泰式鳳爪 那就是滷水鳳爪 即是橙色的 黑色 黑黑的啡啡的 他只有四樣選擇 你可以配上海麵 也可以配米粉 他也可以叫做毒菇 因為他只有四個選擇 我吃完之後 用酒去聊老闆聊天 我說誰是負責人 有個哥哥在煮麵 以為你吃完之後 要找非難人 以為是食環處 其實我吃麵的時候 那個姐姐已經認得我 你不是電視那個嗎 我說是呀是呀 被人炒那個 是不是李志剛介紹你來吃的 因為旁邊我們的友台 都有一個美食環節 原來是這樣 星期一 接著我吃完之後 我去聊主麵哥哥聊天 我說你是否負責人 他說是呀 怎麼稱呼 你看不到什麼 我們江記 我就是姓江 原來是姓江的 所以是江記 我問他有多久的歷史 他說都40年 賣雞腳可以賣40年 他都坑青厲害 然後他說這個我姐姐 你就跟我姐姐聊 我姐姐是給我的家屬的 阿美儀 對啦都是姓江 江姐姐 問他你店裡有什麼招牌東西 招牌東西 就是我們這個炸菜肉絲 上海雲吞 雞腳 還有牛腩 跟剛才說的 那你們還有其他什麼買 沒有啊 我們只是買這四樣東西 其實我覺得我又不介意 其實真的不介意 如果他那四樣東西 真的好吃到蒸的話 有什麼所謂 我告訴你通常那些食肆 他只是做一兩兩三樣東西 特別好吃 因為他真的專注做那樣東西 蒸的 那天我叫了一個什麼呢 我叫了一個雞腳 即是鳳爪加上海雲吞 我想問他是分開上還是 連湯上 不是 他一次過一碗連湯上 咦 我不喜歡連湯上 很奇怪 浸到那些沒有味道 還好 因為他先放面 然後淋湯下去 然後放幾粒雲吞 放四粒 然後雞腳 那些雞腳放在表面 雞腳抓住雲吞 那我一來就先吃那隻腳趾 那隻腳趾真的做得很入味 而且很多時候你吃那些滷水雞腳 它是老到那些皮都軟了 炒了皮 但他不是的 他還有那個彈性 我們台灣就叫Q 很Q 即是很彈牙 Q就叫彈牙 對 台灣是Q 即是彈牙 那些珍珠一粒粒 這個珍珠好Q Q 即是很彈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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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 他就是彈牙 你很QQ QQ QQ 很QQ 即是雙倍漂亮 對 很QQ漂亮 QQ鳳爪 QQ鳳爪真的做得很QQ 很彈牙 但它彈牙得來也很入味 所以鳳爪真的大家不妨一試 但至於上海雲吞 始終我都是一個上海仔 上海雲吞我是懂得做的 OK 那我就掠鹽它的上海雲吞 裡面就太乾了 沒有什麼肉汁 所以大家可以煮它的鳳爪 還有每一碗麵 它都會有一些雪菜放在旁邊 我挺喜歡吃它的雪菜 不太鹹 但是有一點甜甜的 混合在湯裡 它的湯也做得不錯 但我就忘記問它的湯怎麼煮 好了 接著我跟江姐姐聊天 她就說 你們有什麼特別秘訣 其實沒有的 牛腩就下南乳 那些炸菜肉絲 就是真的炸菜肉絲 鳳爪真的是鳳爪來的 對 不過他說鳳爪 確是跟其他人有少少分別的 是雞腫的問題 不是 是一些處理過程 原來大部分 鳳爪一定是 下單單人一包送來的 原來大部分 那些送來的 已經是先炸過的 但是他們就不是 買完全沒處理過的鳳爪 回來自己炸 炸完才老 這個就是他們做鳳爪的秘訣 為什麼可以做到這麼Q 又這麼入味呢 就是因為他們是買新鮮回來炸了才做的 那這些麵貴不貴呢 其實我想起來 當然價錢不會很貴 二三十元一碗 但是算起來 我又覺得貴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地方 一來就比較 偏僻 又不是說偏僻 比較落後一點 距離比較遠 還有沒有冷氣 再加上擺設桌椅子 都舊的 所以比起來價錢會貴一點 我覺得 我那碗麵 鳳爪雲吞 上海麵 就賣二十八元一碗 OK 其實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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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是環境就差一點 不是 有時候吃這些地道東西 最重要是拿到一個感覺 就算環境不太美 都OK 但那天實在太有感覺 因為下著雨 他又很好心 其實夏天 他弄了一把大風扇 但是那些雨水 就是在那個 閃盆裡 本來就落地下 被風扇吹回來我 你最近的情景都幾去風雨 是啊 無言謀向街邊 迎望如世急也亂 吃碗雲吞 他真的繼續唱 大家有機會可以試一下 這個江記的鳳爪麵